看啊,真的中了肺炎啊 至於不是我一個中,是我整家人都中了 中肺炎也不是問題 問題就是中完之後的後遺症 我都沒想過會這麼麻煩 Hello,大家好,我是Abelia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集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英國的兩個月經歷什麼 怎樣跟這個肺炎病魔去作戰 簡直是要作戰 因為這個東西真的很厲害 不單止是染病,還有很多的後遺症 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什麼症狀 康復的過程、後遺症 還有肺炎之後有什麼要留意的地方 如果大家入境過來英國 也是有什麼需要留意的 知道香港很多朋友都中了招 英國也很多人去中招 其實可能中招的人多過沒有中招的人 我也不知道 但我身邊的朋友都中了招 希望大家中了招的人都快點好 還有可以幫到大家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記得看到最後 還有記得按讚、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鐺 我下個星期四出生片的時候 你就不會錯過了 究竟我們是怎樣染病 還有什麼時候染病呢 真是多得我的兒子 之前都拍片跟大家說了 我應該都會中招 因為聖誕假期後 一月Ely就開始上學了 誰知道他們上學之後 一個星期都不夠 有一天他們回來 晚上7時已經很累 要睡覺 我已經知道有點不妥 然後就檢查到他們是正確的 因為其實你知道 照顧小朋友很難只要隔離他 因為我們要照顧他 其實我們都預料會中招 隔了幾天 我老公真的檢查了自己是正確的 但我自己什麼事都沒有 我檢查Letro Flow Test 都是正確的 直至他們大概中招一個星期之後 我發現自己是不舒服 但到我不舒服的時候 我檢查還是正確的 直至我真的有很多不同的症狀 例如流鼻水 頭痛 這些症狀 才能檢查到兩條線 即是熬到最後 我和小孩子才中招 講一下你有沒有打針 還有打完針之後有沒有副作用 我和我老公都是打完兩支針 再加一支Booster 即是總共是三支針 是打完的 我打完第二支針和第三支針 就相距可能是五個月左右 但其實英國政府就說 相隔三個月你應該可以打Booster 打完之後有沒有副作用呢 也有少少的 就是手臂那裡有少少累 還有少少發燒 但就沒有其他更加嚴重的副作用 其他長遠的後遺症 我可能還未知道 就還未出來的 我小朋友方面就沒有打針 但其實現在英國來說 五歲以上的小朋友 已經可以打COVID的vaccination 這個肺炎有什麼症狀呢 大人來說我們就覺得很累 經常都 還有頭很痛 另外也有發眉燒 還有發冷的症狀 但我自己就沒有喉嚨痛 咳方面好像平時傷風感冒感 都是有鼻水 是到最後兩天才開始有些肝咳 小朋友方面 他們都是很累 還有頭痛 發冷 有微燒 其實跟大人都差不多 累方面是最主要 就是經常都要睡覺 那我們究竟中了Delta還是Omercon 說真的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們自己猜就是Omercon 因為我們一月中中的 大部分12月 聖誕節之前中的那些 多數都是中Delta 因為他們說是沒有美國 我們就中了美國 所以我們猜是Omercon 我們中了招之後 怎樣去處理呢 因為Ella小朋友 他中了招隔離不了 我們當時 政府指引是要隔離5天 然後連續兩天 negative才可以出街 或者上學 我們其實5天之後 都還是test positive 大概就是10天之後 才轉做 negative 所以前後都在家裡 有兩星期的隔離 那有沒有吃藥呢 其實我們是沒有什麼 吃其他藥 就只是吃Panadol 我之前也有說過 就是英國不流行吃藥 就算你中了COVID 他們都是當你普通雙風感好處理 因為英國真的太多人中招 除非你是很嚴重 你呼吸不到 你才要入院 所以你一定要吃藥的朋友 或者習慣吃藥的朋友 就記得在香港帶藥過來 就會方便一點 不需要每次去醫院 或者去診所 叫醫生開藥給你 那康復過程又如何呢 除了我身體有點累之外 其實到第5天 已經是差不多康復了 大家要留意 就是英國的政府指引 已經轉了 現在由2月21日起 如果你在英國中了肺炎 你是不需要有任何的隔離 也是不需要做任何的測試 如果你是認識朋友 中招的話 也不需要跟他有任何隔離 你中招也可以隨便出街 或者跟朋友吃飯 不需要跟其他人有任何分隔 也不需要戴口罩 如果你是需要入境英國 如果你在香港 或者其他國家還沒來到英國的話 有什麼要留意的地方呢 如果你是打了針的話 你是來英國之前 或者來英國之後 不過.... 因為會有完全適chi之後 你還需要填居的另一隻 而又要再填射管 另外你還要填居�로cator 這個人大家要留意清楚 我中了這個肺炎後,究竟有什麼後遺症呢? 真是一匹布那麼長 由1月到現在錄片,過多月的狀態下 我還是正在病 我還沒中之前,是一年都不病一次的人 但是我現在,就算我今天錄片 我都剛剛發現我又好像患上另一個感冒 不知道是不是又被小朋友傳染了在學校 但是怎樣也好,身體真的弱了很多 第一個後遺症呢 我覺得就是身體長期都好像很疲累的狀態 經常都好像睡不夠 大人小朋友都如是 就好像幻想學睡症一樣 睡多少睡不夠 我的小兒子Jayden睡到早上11點 是由晚上8點睡到11點 其實睡到早上我也不讓他上學 因為我知道他那個人還沒康復 身體狀況還是很弱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我覺得是最大的後遺症 第二個後遺症呢 就是我覺得身體的機能 是好像容易了去 exposed to其他細菌 容易再種其他感冒或者其他細菌 我平時真的一年都不病一次 但是發生了肺炎的一兩個月以來 我真的陸續病了兩三次 又中肺炎 我差不多要兩個星期隔離 然後好一點了 那個weekend跟大家去拍樓盤片 出了街 然後去看了各樣東西之後 回來就發現自己的嘴 那個左邊嘴角這裡 刪了一顆cold sore 類似就是那些拋疹 其實我真的很少刪這些 可能之前也刪過一次 但是為什麼我會刪 我也不清楚 但是嚴重到 我是左邊神經麻痺了整邊 好像左邊麻痺了 然後很大顆的拋疹在那裡 就是肉酸之後都不用說 看到我那段時間都沒有拍這些影片 然後我也免得去理他 但是真的很痛 影響了眼睛 這個眼周 我斬眼都覺得痛 那我就看醫生 我告訴他我之前中了肺炎 那醫生竟然跟我說 很多人中了肺炎之後 都有其他的毛病 這些cold sore都是很普通的 我說我現在很嚴重 那他就給了一些antiviral的藥 我都吃了足足五天的antiviral藥 一天吃五次的那些藥 吃完之後都還沒有康復 那個cold sore都大概要兩個星期 才開始好 現在其實都還有一些印在 但是你可能看得不清楚 我都蠻害怕的 那時候覺得為什麼會這樣呢 cold sore這件事 就是肺炎之後的後遺症 接著就是 到這兩天 那些小朋友呢 在半期之後又回到學 接著 一兩天到回來 他們又已經 整個鼻都是鼻水 鼻涕 又開始病 他們都醫法到整天病 其實我兩個兒子都是不容易病 那些人 我和我老公呢 竟然跟他們又做了同一隻群 所以我覺得這個 中了肺炎之後的身子 真的弱了很多 還有呢 就是 平時深呼吸 我覺得這個肺 是可以吸到多些氣 但是中了肺炎之後 我覺得這個肺是弱了 其實我之前是身體都很好的 之前也有經常去跑步 我中了肺炎之後 那兩三個星期都完全沒有運動過 因為實在太累了 是提不起精神去做任何運動 連拍片 有時候我也是 我真的硬來 我真的 這陣子是 覺得真的要拍多些影片 所以 先去 提起精神去拍 除了我自己 在肺炎的後遺症之外 我在生 Cold Sore 那段期間 那兩個星期 我老公都不舒服 除了肺炎之外 他的肌肉有酸痛 連 倒下洗澡 都說肌肉痛 接著又影響他的呼吸 又說呼吸得不太暢順 幸好看醫生說肺炎沒有問題 但我們都覺得是肺炎的後遺症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 無論是你打針後 還是你中了肺炎之後 都要吃得健康一些 還有睡得好一些 要讓自己身體多些去休息 增強自己的免疫力是最重要的 希望大家中了肺炎之後 都不會有太多其他的後遺症 就不要像我們那麼辛苦了 接下來我都會說多些 英國看醫生的事 關於NHS的問題 還有看師家醫生 很多網友問我 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記得Like、Subscribe 和Share我這條片給你的親友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我們下集見